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現在慢慢的 線上學習的機會越來越多了 有時候不是說你願不願意問題 而是因為這也是個趨勢 除了說傳統的這種面對面 我們在教室裡面這種上課方法 其實線上學習的機會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在這邊幫各位整理了幾個 您應該要去看的 有中文的 有外文的 原則上外文當然就英文為主 如果您有其他的語言當然也是很好 首先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有一個叫做 因為跟大學比較有關的 第一個就是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 這個跟下面這個MOS有點像 資料有很多都是雷同的 現在也有推很多資源 像我們中正也有一些 就是所謂的開放式課程 開放式課程 這個最早當然就源自於什麼 好像那個哈佛嘛 他們的那個叫做 麻省理工學院的ETS 類似這樣的課程 就是把教學現場 有錄下來的 他就直接放在網路上去做分享 最常見的是這種方法 雖然他不見得是什麼 最佳的學習方式 但是至少他把原本可能 你必須要在大學課堂裡面 或研究所裡面 所能夠上到的課程 變成是一個公開的 那有興趣的 至少他能夠來 稍微看一下 雖然互動是相對比較少 但是至少有這些內容 那麼您這個地方呢 怎麼找 到我們相關網址裡面 就可以看到 從這邊進來 相關網址這個 你從這邊 好 這個區塊都是 所以我們可以先點一下 點進來 這就看到了 你看在中山的 66號的 其實 這個主題 一看你就知道 要做一件事情 除了 他的什麼 系統的使用以外 很重要就是數位教材怎麼做 對不對 數位教材怎麼做啊 那你的那個 這是一個 那這個上面 其實整合的東西 可能就真的蠻多的 有沒有 包山包海 有昆渠的 也有物理的 所以你有興趣 可以稍微去這些 因為這些註冊都免費的 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我們網站很多 所以我比較簡略的 跟各位介紹就好 那再來這個 配的 滴滴的 台北的當然就針對我們 中文的部分比較多 當然英文的部分 有機會各位也可以去看一看 這個應該大家就是 平常 可能電視上 網路上應該就 比較多的資訊 會提到這些網站 對不對 請問他們演講都是多長的 蛤 我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15分鐘 所以最近有一個趨勢是 有些人提倡我 15分鐘試著演講 他希望你能夠在15分鐘內 把你的重點講出來 其實你看他們在講齁 他們前面都有一個什麼 倒數計時器 好像我們演講一樣 剩下幾分鐘 他就是希望你在15分鐘內 把你的主題都整理好了 所以你必須要有一些整理的方法 對不對 才不會把那個時間超過 那這個其實也是我 就是錄影的時候 我盡量去遵循的 我會在10到15分鐘內 把我的一個主題講完 盡量不要超過那個時間這樣子 這個是給各位參考一下的 那麼再來我們往下 看到這個叫中小區的網路大學校 看到他不要想說 跟我沒關係就走開了 其實有點可惜 因為你進到這個地方呢 他事實上上面有很多的課程 你看 左手邊有沒有一些課程 他不是只有資訊類的 也許商科的 也有 那行銷的 創業的都有 當然資訊類的一定會最多 比如說我們看資訊類的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的相關的課程 包括一些自由軟體 比如從這邊點進來 那他一段時間都會有新的 比如說我們看看 我們看看別的好的 人力的 好 人力資源 職業規劃 你就直接點上課去 當然你必須要先註冊 你要先免費加入會員 要加入會員 那按一下 上課去 他比較建議你用IE看 比較建議 但是現在我發現 好像我們在Google瀏覽器上 看也還蠻OK的 好 人工即要發展計劃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自己決定 你要看得章節 對不對 你也可以直接 就是在上面 要做參與討論 有沒有 甚至做評量 都可以 嗯 我不確定我們學校的 數據你還是用這一套 但是有不少 不一樣 有一些學校其實都是用類似 像這一種 那麼節能的話 在一般員工來講 有沒有像那個空大 有點那種感覺 對不對 只是說空大的 你就是要那個時間去看 那他這邊就是變成說 你可以自己去決定說 你要看幾次對不對 那你什麼時間看 自由決定 反正在家有沒有穿衣服 也是你家的事情 你用最輕鬆的方式去看 OK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他有線上課程 第二個 其實他有好處是什麼 他有提供電子書的 電子書事實上在我們後面這裡 我們後面這邊 你看有沒有網大電子書 還有什麼 線上演講廳 比如說你有 有人來像演習也好 或者演講的 包括的這個廣播的 或者是視訊的 他有的會把它錄下來 經過授權 他會錄下來 那你可以到這邊看 你可以到這邊看 那這邊呢 還有什麼 這個叫做電子書 電子書 電子書 我就順便一起介紹好了 但是你要借電子書有一個前提 你的等級要夠高才行 你加入的時候 我們先看一下好了 這裡有一個叫做 這個 很久沒看這幾個了 狀元綁元探花 對不對 近視 舉財 秀財 舉人秀財 我們可以確定是 大部分都是這個 近代近視 近視 近視 沒錯 近代的近視 通通都是這樣 這樣的近視 比較多 好 那麼 因為你剛開始注射叫 柏丁 莫胡適丁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等級很抱歉 不能借電子書 你得升級到 不一才行 我現在好像是秀財 還是舉人忘記人 反正你有空來借就有了 那麼 這裡呢 你可以看一下 這裡 不用看最上面 看最下面就好 小100就是這個 好 那你超過了這個 就可以借書了 那怎麼借呢 你要怎麼提升你的等級 你可以看一下 加入就有點了 對不對 然後呢 一個學期都沒來 要coast一點嗎 不認真啊 對不對 好 那你有選一門課 沒有修網就兩點 有修網加三點 但是還有限制就是你同一天 一天內不能選修超過多少 因為有些人只是來幾點數的 哈哈 不是嗎 所以你也不用擠啦 事實上 你看完成一門課有沒有 新的課程加起來 完成一門課八點 所以其實很快 那你發表文章啊 這些都有 甚至有借書也有 有聽演講也有啊 都有點數啦 所以這個真的很快的 好 那你如果有的話呢 他會幫你做數位學紀錄 我們先來看 你把它點進來 點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裡就有 有那麼多 那麼其實你可以看到更多 有些其實你去那個什麼 便利超商也好 或書局 現在都有在上面 但是都有一個套子包住嘛 不讓你在那裡看啊 對不對 那你去學校圖書館 可能也不見得到 因為當期的比較熱門 所以像這個你就可以去看看 比如說你可以按下更多電子書 就可以找到 他也有分類 他在這邊有分類 有沒有 不是這個 他有分類 比如說 像我點進去借閱 你可以按確定借閱 但是24小時就要緩 你什麼時候看一本書這麼認真過的 其實根本就沒差嘛 對不對 反正電子的 你什麼時候緩都一樣 隨時再借就有了 有借我有緩 再借不難 因為電子書也是有版權嘛 他不可能說 無限量我一直給你借啊 比如說你有買兩個 或三個三本書的版權 那就是像這樣 好 如果你確定借閱 那他會跳到這邊來 事實上這裡面還有更多 有沒有發現 進到這邊來更多了 你看像這個科學園雜誌 這是這一期的啊 五月份啊 所以如果你想看 你除了直接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要他的閱讀器 有沒有 但是他現在還有提供一個 就是線上直接看 有看到 所以我就線上看就好了 所以有借跟沒借有什麼差 直接翻一翻就好了 所以你就不用去外面那邊等待 了解嗎 因為他說雜誌以外 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書的部分 那你可以一次兩頁的 翻頁有沒有 你也可以放大縮小 這都有 或者你要看目錄 有沒有看到直接看目錄了 我想看這一個 他就跳到那邊 跟你看紙本意思是一樣的啦 只是你可以在這邊做放大縮小 這樣子而已 這樣應該了解了吧 對不對 你如果覺得兩頁 我的螢幕比較小 你可以變單頁的 那他就一頁一頁翻 一頁一頁翻 當然這個可以在這邊看 請問可不可以在你的平板 或者是行動裝置上看 當然是可以的 這個是給各位稍微參考一下 你如果等級夠了 你真的可以做這件事情 等級不過就努力一點點就好了 這個是我們剛剛所看到 在這裡有個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叫做台北一大 也是跟這個很接近的 它上面就是很多課程 在這裡 台北一大 這裡 點進來之後呢 你甚至有些課程是不用登錄就可以直接看的 你看左手邊 有沒有選課中心 點進來 這裡就很多 你看還有Gmail信箱的 Google理網器介紹 好不好 它有的部分是屬於免費會員就直接看的 你也可以登錄會員 假設有免費會員 他只是告訴你 沒有所謂的數位學習紀錄而已 點進來 有沒有發現跟剛剛那個系統是一樣的 對不對 開始上課 這樣OK嗎 反正其他都一樣 所以 有些也許像這些內容可能你不見得有看過 那當然它也有課程有分 有不同的類別 所以你可以去選擇一下 它這個其實台北一大主要是公務員你看的 可是它現在也是局部就開放給什麼 一般的使用者看 真的蠻不錯的 你看光免費的是不是就很多了 對不對 那另外呢 當然我們還有一個叫做那個 可汉學院的 雖然跟我們大學比較沒有太大關係 因為它主要是中小學比較多 但它現在也有成人教育 可汉學院你家 它現在慢慢的也有一些就是 這個是一篇介紹的 你可以從這邊再連結過去 因為翻轉教室的一個概念 雖然不是它提出來 但是它是 像是第一個把它完整實踐出來的 把它完整實踐出來 所以你可以到這邊去看一下 它現在慢慢的會有一些成人的教育進來 雖然也有部分中文的 等一下我們會看 台灣也有一個叫軍醫 軍醫教育平台 它也是做類似的事情 那它有把一部分 可汉學院上面的內容翻成中文 翻成中文 所以如果說你的語言能力還不錯的 事實上你可以直接進來這邊看 這邊做學習 另外這個地方有一個軍醫教育學平台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就是中文的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找 不同的 有一部分 一部分就是從可汉學院的 這邊它已經把它翻成中文了 把它翻成中文 所以這些您都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有沒有發現真的好多 真的 跟大學比較有關的有幾個 有幾個像我們在這邊 這個叫做 教育部的數位學習服務平台 這個 這個的話跟大學的課程可能比較有關係 所以您可以找一下 教育部的數位學習服務平台 這裡面呢 一樣有很多的課程 有沒有 所以一樣你就可以自己在上面直接去看 好 那看完了一些中文的 或者像這種比較有系統整理的 我們再看一種類別 這個部分在台灣相對比較少 但是我想各位可能有用過Yahoo有一個服務 這個算它比較成功的 Yahoo有一個服務叫做什麼 Yahoo知識 有沒有聽過有沒有用過 有可能有對不對 那麼 在一些英文的網站裡面 其實我蠻建議各位你可以看看這幾個 因為他們的東西真的包羅萬象 所謂的包羅萬象 它不是像剛剛那種比較有系統的真理 而是說 常常會有人問說 這個怎麼做 那個怎麼做 對不對 包括木器也好 找家具 甚至什麼解決的方法 哇一頭拉股 真的 它人家上面的資料好豐富喔 我們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How to這個 這個還算是最大的 這個 不管它 你看呢 它這個裡面真的好多 你直接查關鍵字就好了 比如說你想要看 這是什麼 How to turn people's own soul Again 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有很多很多有問題 然後就會有人去幫你找出解答 How to bypass 這樣了解吧 好有很多 那你可以用你的關鍵字去找 你就找到 它有的用影片的 有的用教學式的 而且那個內容真的 好多好多喔 你看裡面它有包括了 有沒有很多分門別的 比較popular的 對不對 你也可以直接用關鍵字去找 所以 這個網站經營的真的很豐富 那麼你看How to do everything 也是一樣 這個目前至少在台灣 還沒有這種網站存在 就是 重此是有 也是比較特定類別 它沒有像那麼資源豐富的 所以 給各位參考一下 不見得學習 一定要是什麼 那麼學術化的 有些人都是比較 生活的 該怎麼去處理 你都可以找看看 好 那這個部分 我就先把畫面還給各位囉 您可以稍微找找看 有沒有您覺得 比較喜歡的 先知道說 有這樣的網站 回去的話呢 就可以照顧參考一下